一名台灣網民在家裡見到百額高的豬從沙窗移動 近看還發現,牠身上抱著一顆好像是萬樂豬的物體 樓主不解地問,是不是太熱了?以為是蜘蛛的消暑秘技 但想不到有很多網民見到照片後,都認出這是蜘蛛的卵狼 大家都替樓主擔心,還開玩笑地說,這間屋真的不要了 打爆了你就知道什麼是惡夢 而第二張照片,還令到更多網民大開眼界 左邊還有大壁虎,右邊的牆角還有蟑螂 樓主說,沙窗還停了很多蚊 苦中作樂地說,真的快變成新太系